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荤素搭配 干货十足 国军吃得有多寒碜 清汤寡水 毫无肉腥 左右视频为您揭秘 抗日战场上的军队火石 明以石为天 军队更赢如此 没有搭配合理 营养丰富的火石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就无法得到保障 深谙此道的日本 从明治维新开始 就驶上了军队火石升级的快车道 到二战时 日军火石已从便当加烟菜 进化成让人蝉咸欲滴的战地美食 根据1938年4月15日 日本陆军发布的军人战事给予规则 细则改正 日军一天的火石定量为 精米660克 精脉210克 鲜肉210克 蔬菜600克 此外 还搭配有泽安 味增 酱油 这些传统烟菜与调料 作为喜爱甜食的民族 日军口粮中的甜品 几乎可以开一家甜品店了 士兵离不开的战场消遣品 烟酒茶 更是一应俱全 有些军官甚至可以免费领到 威士忌和葡萄酒 如此丰盛的火石 自然可以提供强悍的战斗力 但一个问题却随之而来 主食里已经有足够多的精米 为何还要加上 同为主食的精脉 增加负重量 要知道 日军一次出征 光口粮就要携带6天的定量 和2天的应急口粮 加上各种武器弹药和日常用品 整个包裹的重量 足有20公斤 原来相比于糙米 精米熟得快 易于存放 口感也更好 深得士兵喜爱 然而 由于精米中 缺少米糠中富含的 维他命B 与膳食纤维 当时无法治愈的角气病 在日军中出现了 甲午战争中 两成的日军死亡病例 都是角气病所致 直到1912年 日本才发现 角气病发作的主要病因 但士兵们却早已吃惯了精米 无奈之下 日军只得在口粮中 加入三成左右的精脉 混在精米中煮食 以预防角气病 二战时 为供给庞大的军队火食消耗 日本国内 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在日本 就算是最好的工厂 工人也只能吃到糙米 加烟菜 每周仅有的四顿荤腥 也只是咸鱼干这些 最低端的肉食 然而 即便是这些伙食标准 远不如军队的工人 也远比日军的对手 国民党军队吃得好 作为最该吃饱的人 国军伙食 竟然比糙米腌菜还要低 地大物博的中国 真的养不起一支军队吗 其实 根据1935年 国民政府制定的 陆军战时伙食标准 国军伙食 也算得上差强人意 每人每天大米1.5斤 罐头肉4两 干菜2两 咸菜2两 还有食盐 酱油等佐料 然而 标准很理想 现实却很骨感 抗战爆发后 日军便迅速攻占了 中国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 还切断了中国对外贸易通道 武汉会战后 中国70%以上的产流区 都已沦陷 并转而为日军所榨取 如此绝境 加之国民政府的腐败 与层层克口 使前线国军士兵 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 都成为了奢望 烫战期间 国军士兵 一般每天只能吃到 两顿饭 六两米 至于负食 基本 能吃上咸水和白菜 就算得上美食了 但就是仅有的买饭 也因为推心商人提供的劣质大米 变成了掺杂着梅米 沙子 食子 粗糠 稻壳 败子 老鼠屎和小虫子的八宝饭 但就是这些营养不良 面黄鸡兽的士兵 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战胜了强大的日本 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也怨火食的悲剧 不再重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